女人睡不着拉开窗帘 她发现凌晨三点的天空已经亮了 于是她打开窗帘 发现远处的天空有道极光 紧接着一道强光亮起 女人被强光闪得睁不开双眼 但很快天空又恢复了黑暗 女人以为是冰岛的正常天气现象 于是又回去继续睡觉 到了第二天早上 女人和男友来酒店餐厅吃早饭 他们发现这里空荡荡的 不仅没有游客 就连服务员也没有 于是两人准备去街上找点事的 可是等他们来到街上 他们没看到任何行人 就连街道中心也没有一个人 两人走进一家超市 可是两人逛遍了超市 也没有一个人 就连街边的商户也都没有开门 两人沿着街道一路寻找 他们敲响了当地人的房门 可是始终没有找到人 整个冰岛上似乎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身心俱疲的两人走进一家酒吧 男人拿起遥控器查看新闻 看看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可是除了回放的节目 所有的直播频道都没有信号 这下两人有点慌了 他们回到了入住的酒店 女人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打电话 可是电话都是语音信箱 根本没有人接电话 而男人在电脑上查询 电脑网络能正常上网 可是所有的网站更新都停止在昨天 男人打开景点实时画面 他惊恐地发现 原本人从众的世界各地的景点 现在空无一人 男人不相信整个冰岛空无一人 他拉起女友继续出去寻找 就在这时 男人发现了一辆正启动的汽车 凌晨三点的天空 突然爆发出一道强光 到了第二天早上 整个世界的人都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男一女 男人发现了路边一辆启动的汽车 等他走近一看 车里并没有人 于是两人坐上汽车一路寻找 他们从城市开到乡下 可是依旧没有找到一个人 两人好像被全世界抛弃一样 只能互相依偎在一起 可是生活还是得继续 还好周围有超市并不缺食物 两人搬了三大车食物和生活用品 找到一辆豪车来到酒店 将自己的行李拿上后 两人找到一栋三层小洋楼 搬到里面住了下来 刚开始女人还有点不习惯 可是慢慢地适应了 整个世界只有两人 她们穿衣服也不用花钱 想穿哪件穿哪件 看上什么东西 就从商店打包带走 晚上在酒吧 听听音乐小酌一番 早餐坐在街边的咖啡店解决 无聊时开着红色越野车 来到各个景点游玩 累了两人一起躺在草地上吹吹风 然而只有两人的世界 到处存在危险 这天男人在超市寻找食物时 童心未敏地他挽起了手推车 可是速度太快 手推车侧翻在地 女人听见动静打来 男人说没关系只是擦伤而已 可是女人很生气 因为整个世界只有她们 如果受伤严重 没人会救治她们 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 事后男人为此道了浅 表示自己以后会注意 可是没多久危险又发生了 当男人独自一人进入电梯时 电梯突然故障停住了 男人想要打开电梯门 却怎么也打不开 还好最后电梯自动打开了 男人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可是越来越多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家里开始停水停电了 就连食物也开始变质腐烂 只能吃一些罐头食物 为了活下去 两人开车前往冰岛的另一边 整个世界只有一男一女 他们想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衣服 想吃什么吃什么 本以为可以无忧无虑地过一辈子 可是由于整个城市没有人管理 城市里开始断水断电 食物开始腐烂变质 他们只能靠超市的罐头活着 可是罐头也有保质期 为了不被饿死死磕死 他们开车来到乡下 发现了一处农庄 于是两人准备在这里住下 男人准备去屋外捡点木材生活 刚来到屋外就发现了一个老人 他惊喜地冲向前 居然还有幸存者 老人说自己很渴 他向男人要一点水喝 女人递给老人一瓶水 老人蹲蹲蹲就喝完了 刚喝完水老人差点摔倒 两人赶紧将他扶进了屋子 男人又从包里拿出食物 老人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很明显老人已经饿了很久了 经过交谈 老人和他们有着相同的遭遇 女人说我们三人可以一起生活 一起互相帮忙 他相信还有更多的幸存者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 身体虚弱的老人还是去世了 两人将老人埋葬后 他们踏上了寻找幸存者的旅程 如果房屋没有幸存者 女人会贴上红色胶带 可是两人搜走了整个冰岛 并没有发现其他的幸存者 这让女人变得非常的沮丧 这天他收到一封邮件 他点开看了一眼后 整个人摊坐在椅子上 第二天一大早 男人发现了女人留下的信件 他打开一看脸色大便 男人开着车到处寻找女人 最终在一个游泳池找到了他 可是女人早已失去了生命 男人很痛苦 他也跳进水池 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是求生的本能 让他又爬回了岸上 原本两人可以相互慰解 可是现在只剩下了他一人 男人回到车上 他开着车一路往前 可是目的地是哪 他也不知道 这个影片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放弃 因为希望就在前方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